歡迎光臨新聞大白話 我是羅旺哲 這部分來看到內閣的部分 我們知道這一次的內閣 新內閣被封為所謂的AI內閣 但到底有沒有這麼省 大家都在看 那今天AI內閣舉行 所謂的新生訓練 連孤立雄也來了 孤立雄來的時候看到媒體 他左看看右看看說 今天有要受訪嗎 趕快快閃離開 因為現在這場活動是原定 10點開始 但是不到9點45分 其實很多內閣閣員 已經到裡面報到完畢 但是新內閣大家 基本上都不願受訪相當低調 顧立雄就問了說 今天也要受訪嗎 看來說他好像有點 想要躲開媒體的感覺 躲開媒體的原因是什麼 大家不得而知 有沒有可能是因為王美華 因為現在包括了即將接任 經濟部長的郭志輝也到現場 他的一些工作重點 王美華說 從金援廠到菜市場都要負責 他說從金援廠管到菜市場 從國家大陣一路管到 所謂的庶民需求 經濟部都要負責 讓高科技能夠發展更好 照顧中小企業 可是這段話大家覺得怪怪的 郭志輝照理說 應該是比你專業才對 怎麼變成說 一個不專業的部長 來交一個專業的部長 這會不會有點怪怪 現在引發網友討論 王美華的下一步在哪裡 王美華下一步是不是到了 台新金當了讀懂 因為現在傳出 有三個理由來力邀王美華 是哪三個理由 因為王美華在法律 經濟 甚至外貿還有產業 以及公職的經驗相當豐富 再加上國際視野非常廣闊 對於台新金讀懂的水準 會提升非常多的幫助 這或許就是台新金 看上他的理由 但事實真的是這樣子嗎 我們看到最近桃園 發生了5000戶停電 這已經是4月中以來 第17期了 台電怎麼說 台電說這個是因為 架空電纜故障 但是每次都一直故障 大家覺得說我們電網 到底是不是真的這麼脆弱 王美華說 不能說這個是缺電 說是短期的電力實景 不能無限以上 剛剛說是缺電 他說電力系統難免會遇到 所謂的設備故障等等 全世界都一樣 經濟部或是台電就事論 是希望各界能夠了解 所謂的電力系統 所以說不是缺電是電力實景 現在網友就做出梗圖 不是走資是超買 不是買票是換票 不是缺電是電力實景 甚至還有這個粉專政客廠 也做出所謂的講話的藝術 這個講話藝術就是 在當網美華說 也不是財務實景 說是不能缺錢 甚至包括王委員跟這個 袁議員 他說只是一起租房 不能說是同居 另一個部分他看到的是 這波新內閣名單上沒有他 但是他這次也出現在一個 某部分的一個名單上面 就是有媒體大亨找他 做個新的工作的林志堅 現在林志堅有新的工作之後 他的子弟兵楊怡林就說 他是非常有能力的人 他就說什麼 有能力的人不需要到其他的地方 也可以找到一份適合工作 發光發熱 說林志堅不靠外力 能夠找到適合的工作 這樣的情況其實網友也紛紛吐槽 就是說林志堅靠你寫論文 寫到終身護航 仇庸這麼大聲 你有沒有綠色黨政誰會找你 所以看得出來網友 還是對林志堅的新工作 是有點不太領情的 接下來談到說 賴內閣的部分 是不是有些人馬 包括一些過去 他被視為小綠的角色 現在也回來吃香喝辣了 包括像過去激進黨的 宜蘭黨部主委林一平 現在也要加入所謂 當任工程會秘書 要到中央去歷練 這樣的歷練角色 會不會被視為是 所謂陳金德在佈局2026宜蘭縣長 要做選舉前的佈局 陳金德說 只要有心從政的年輕人 或是政治人才 到中央歷練 不分黨派為人用才 但是大家要看到是 現在包括雲爆能源 這個謎團還是重重 甚至我們的內政部的政次 這個吳榮輝 現在520之後 居然沒有任何職位 這是為什麼 現在陳婉輝就提出來說 是不是他在台延董事長任內 被任能源雲爆的企業 利用紙上公司無軌搬運 將台延上億的員搬走 簡直在掏空某公司 如果兼任所謂的 公務選辦的中選會委員 實在諷刺 他現在未來沒有工作 這是不是賴新德 在520前清理戰場 話過來先請教一下亮哥 亮哥 我們準國防部長顧立雄 今天看到媒體多很大 怎麼會這樣子 不過因為有個新聞傳出來 說古力雄當國防部長的首要 就是要抓軍售 是 抓建案 不是什麼軍務管理 不是奪太太的問題 紀律鬆弛 當然王美的話 坦白講台灣這個戰後 如果是經濟部長來排名 排倒數第一一定是中裁儀 王美的話大概就排第二 沒有第一也有第二 我就是倒數 是 不過這個事實上大家都知道 經濟部長大部分都是 什麼樣的人來當 歷來不是工業局就是國貿局 這個是經濟部兩大局 是 由這兩局來接 工業局跟國貿局坦白講 郭志輝都非常熟 人家是多大的企業 王美的話是製裁局 製裁局這個在經濟部裡面 叫向牙塔單位 所以當初他來接 人家就找不出他接經濟部長的理由 唯一的解釋就是 他是古力雄的老婆 現在邏輯又來了 就是他老公又高升 國防部長 然後古力雄還有一個資歷 是 他青管會很熟 厲害 他青管會當了兩年多 你不要忘了 王美花有多離譜 因為他當經濟部的時候 我那個時候也在當立委 我們那個時候問他TPP的事情 他答不出來 答不出來 所以你在看台新 我說台新也不要顯得太過頭了 因為認識王美花的人滿多的 所以你看就知道 你到底在胡携什麼 所以有時候 國際視野非常寬闊 嚇死我 能夠提升水準 這個 反正這個 台新當然有兩個地方 人家都會覺得是有關係 第一個就是金管會 第二個就是 他目前是那個國軍 那個轉存 唯一的民間銀行 還有這一點 國軍 新轉銀行是不是 新轉銀行 他沒有說 他是2017年就得標了 是 人家會覺得說王美花當讀董 那就可以繼續 人家當然會這樣理解 李老公剛好又國防部長 太巧了 這個當然 因為他之前就有了 所以這個在法律上都說得過去了 就是 觀感上 這是觀感的問題 沒有錯 事實上 你現在在講那個 各方人是在這個牽動 坦白講都是人脈關係 包括林志堅也是 不 你講的這幾個全部都是 林志堅就是 坦白講 林志堅有一個能力是 我們都望塵莫及 真的嗎 就是人際關係 這倒也是 坦白講我是 我在學校還教過這個 他人際關係是120分 很會Social就對了 尤其是跟蔡英文 當然是這樣 這當然一般人學不來 不然 為什麼新竹放球才能拿到那麼多錢 是12億 那個就是典型的前瞻預算 不斷加碼 知道他的人際關係 如果用排名 他絕對是台灣第一名 第二名叫林秉書 就是他們就是 很會經營人際關係的 所以你看那個 張榮華也是很有眼光 那去大學當講師就好了 不是 張榮華 在挑他來當一個 投資公司的總經理 投資公司本來就是要 跟方方面那邊打交道 是 所以有眼光 都看到了 都看到了我們看不到的部分 是 都絕對不是 像台新經公布的那個表面的理由 他們都抓到要害 是 都是人脈應該算都是不錯 來 請教淑偉姐 我覺得這就是 潮中有人好做事 王美花到了台新 他的潮中有人是誰 鼓勵 先喝口水沒關係 所以這個就像亮哥說的 他們是夫妻關係 當然可以各自有各自的事業 可是問題是 他們回到家會不會談工作 王美花會不會把台新的事 跟顧力雄說 你金門會有沒有 還有沒有以前的舊部署 給我介紹一下 我們實在是很難去判斷 所以有時候你會覺得說 為什麼總是有一些人 所有的好康都他們家的 都他們家的 關坐不完 一個工作沒有結束 另外一個工作又提出邀請 然後每一個都好棒棒的工作 是他真的能力很好 還是關係很好 對不對 我是不知道 台新讀懂多少錢 但是他一知道說 1500到3000萬 一年 1500到3000萬 可是這樣不合理 天啊 那比當部長還爽 因為照理說 讀懂的薪水跟這個 金控的獲利應該是正相關的 如果說台新的獲利遠不如富邦 可是讀懂的薪水是兩倍的富邦的話 那就是台新給讀懂 或是給董事的薪水過高了 可能公司獲利他有重大貢獻 他還沒有開始有貢獻 他預期有很大的貢獻 1500萬到3000萬 王美花對於說他的國際觀 我一直印象有一個例子 當年俄物戰爭在爆發之前的兩個月 有一次二月的時候 在立法院的時候被巡 然後立委問王美花說 俄物戰爭有沒有可能開打 如果開打 要對我們的能源政策 要怎麼樣去應變 是 然後他講說 據他所得到的消息 是不會開打 然後講完不到兩個月就開打 反指標 對 不是 第一個他的國際觀有問題 是 第二個他老公顧力向國安會 掌握了國際情勢也有問題 這個才是更大條的 他的國際情勢 一定是聽他老公講的 所以他們就是 還有他老公騙他 對 所以他們就是 他們是一段判斷有問題的人 那當國防部長 為什麼他的任務是在抓軍購 為什麼呢 國防部長為什麼要抓軍購 我們國軍的紀律 我們國軍的戰鬥力 還有我們國軍 未來的整個政策方向是什麼 這才不是才是國防部長重要的 國防部長又不是要去當A軍的 所以今天孤立雄是要去當A軍嗎 因為我不知道他在國防的專業是什麼 他在國防專業大概只有一個 就是他當過兵 他應該當過兵 除此之外我也不知道 顧立雄當了一輩子的律師 然後被蔡英文找進去國安會 了解一下國際情勢 然後又判斷出惡務戰爭 然後這樣突然可以變成國防部長 軍中的弟兄會服氣嗎 那些高階的將領會服氣嗎 還是他進去國防部就說 你很痛心嗎 我都不會管你們 因為我就是要去管軍購的 好 我就是要去當A軍的 這樣好可怕 他是懷有特殊目的去當國防部長 那代表民進黨要抓軍購 好 請教永平姐 賴清德還沒有上任 可是我大概看他520就任之後 新聞可能會集中在 所謂吃香喝辣夫妻黨 大概就是庫立雄跟王美花這一隊 大家要想想看 這種事情不會沒有後遺症的 因為我們台灣在之前 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最有名的吃蝦喝辣夫妻黨 就是陳水扁跟吳淑貞 對不對 然後他後來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現在大家都知道了 大家不要真的以為說 王美花這樣子去做 台心經的讀懂會沒事 當然我們國家的旋轉門條款 指的是你直接的業務 經濟部的業務並沒有管銀行 他不是今晚會主委 所以他並沒有受 旋轉門條款的設置 可是剛才的貓膩在哪裡 剛才亮哥已經講出來了 對不對 你的老公現在的職位 跟你未來做的銀行的公司的讀懂 有直接關聯性嗎 這個怎麼不會引人注意跟引人遐想 觀感上就比較不好 第一個觀感上不行 第二個在某些國家的這種醜聞 是會讓內閣的部長是必須要下台的 我們再比一比 民進黨以前 每次發生什麼問題 最喜歡找的黨劍牌 馬維拉的馬英九 馬英九當年 他自己當市長之後 就逼著馬大姐 只不過他在一個醫療單位工作 可能他們那個公司 他也還不是負責那個業務 他只是 只不過做一個經理 他沒有做到總經理 是 那只不過跟他那個公司 跟臺北市的聯合醫院 有合約關係 因為藥商誰會不合約 他逼他大姐辭職 然後大姐也滿怨分 他大姐跟他什麼關係 他也是努力工作 得到他的認同 好 當了總統之後 逼他太太 他家太太在哪裡做法務 我都忘了 法務長 還法務長 還不是什麼獨斗 美清潔每天還搭公車上班 對 然後這個法務長 跟那個什麼也都不相關 也不涉及業務 法務長在公司幹嘛 只是幫你看看合約 有沒有違反什麼 法律條文的 就這樣的情況下 也逼他太太辭職 也說你不可以做 趙鋒 趙鋒 對不對 我真的覺得說 你今天什麼事情 你都勘托馬英九 對 然後這個也罵他 那個也罵他好 那你這種事情 你為什麼不學馬英九 今天你顧力熊 如果你是夠男人的話 你應該直接跟你太太說 你不可以接受這個讀懂 你在家我養膩對不對 對 星光金願意 還有顧力熊錢很少嗎 對不對 你的退休金他們很少嗎 所以真的民進黨 這樣子搞法 我們大家就走著看 未來簽約時間總會到 星光金以後還可不可以 成為軍方的 台心金 台心金講錯 台心金未來還能不能 繼續成為國防部跟軍方的 薪水銀行 大家等著看 好 我們休息一下 廣告回來繼續討論